刘诗诗拍时尚大片《无望与无奇隆》手机传情,惊现神秘女子一用替身。 一支备数着网友催生的刘诗诗近日来虽然没有信息的消息,但时尚资源却是接连不断,前几天就有摄影师捕捉到了刘诗诗穿落色连衣裙在摄影棚内拍广告,恰巧也从侧面回应了怀孕传闻。 日前,又有摄影师拍到了正在拍时尚大片的刘诗诗,当天刘诗诗散落清爽短发,身穿白色连衣裙尽显清新女生的味道,再加上期间穿插着妩媚撩人的动作,女人味十足。 刘诗诗诗与现场的工作人员相处十分随可,几位化妆师为刘诗诗认真精心补好妆容后,毫无明星架子的刘诗诗便马上与大家投入热聊当中,有说有笑整个拍摄现场的气氛都对她带得轻松愉悦起来。 不过被一个电话打断的这个氛围,能在工作时间打进来的号码肯定不是一般人,看来是四爷吴奇隆发来的暖心问候。 而在此时,一旁一个与刘诗诗一世,发型神似的女子意外出现在镜头前,据爆料的摄影师透露,怀疑刘诗诗拍时尚大片动用替身。 不过也有可能是巧合罢了。处理完笔电话后,敬业的刘诗诗便马不停蹄进入到工作中。